來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看到這個動作 四六三 就知道棒球教室要教的是什麼了 雙砂Double Play 而且我們請到的老師 是重量級的金庸連線 也是我們亞運金牌的國手 這位是二壘手陳庸基 這個是胡金龍 那要先請教兩位老師了 有沒有看過棒球教室的單元呢 有啊 就是出國前也是有看 有看過 對有看過 能用機啊 有啊有啊 有哦 那你們以前有沒有當過老師教棒球 金龍 在小龍門的時候有 教小朋友 對小朋友 能用機也是教小朋友 應該是夏立營這樣子 有 那在棒球教室呢 我們要教給電視機前面觀眾朋友呢 最高水準的雙砂手 被Double Play的一些基本動作 而兩位老師呢 今天不是要教小朋友 要教我這個老人 希望也能夠學到一些技巧 就讓電視機前面的觀眾朋友呢 能夠有學到郭家吉的身手 今天的棒球教室 請到了兩位客桌教練 來頭非常大 他就是號稱金庸連線的胡金龍 陳庸基 到底美式手背的秘密在哪裡 為什麼他們兩個人總是能夠搭配一次 又一次的精彩手背 今天你有機會在電視機的前面就學起來 趕快準備好 我們要上課囉 我們雙砂的第一課呢 就是要先來問一下 兩個默契就是非常的重要 你跟龍姬這個所謂金庸連線 你們兩個默契很好了嗎 默契當然很好吧 怎麼樣培養默契呢 平常 就是多溝通 就是多聊天啊 可能就是因為我們的那個方式都是美式 所以很快就會比較融入對方 看眼神就能交流就對了 好 那我們雙砂的第一步呢 就是因為我們雙砂的時候 有時候就會有遇到跑里面 從一的往二雷跑的時候 會有點去慘到你們腳 滑在你們的傳球 那這邊要特別請遊擊手 胡金龍來談一下啦 那如果呢 跑了一手是滑向雷包 二雷雷包的這個 靠近中外野的 對 那你要怎麼樣來說 腳步上面的移動 來避免被跑了一隻干擾道 從這的時候踩左下這邊 然後我們接到球就是 接著都跳出來 就是沒有 不要再留在這邊 因為這邊是人家壞的地方 所以跳出來之後 船 然後再整個跳起來 就是要閃那個 這個芭蕾的人 所以不會受傷 那可是我們剛剛說 要踩這邊對不對 但是如果滑雷者 他也是滑的 剛好在這邊的位置呢 如果擋住你要踩那個腳 怎麼辦 其實那個有點太慢了 其實增長傷傷的話 就還不至於 超多都在那邊而已 如果真的很慢 有可能就是 酷一點就 一點就必要再殺了 為了節省時間 遊擊手結腰球後 會輕輕踩過或滑過 離他最近的雷包 而此時靜著的跑雷 有可能滑雷做出干擾 守備員傳球的動作 所以遊擊手就得趕快跳開 避免受傷 然後右 右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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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到球 右腳 在前面 在這裡 差不多在這個位置接到球 在這個位置 從你跑進來就 那個時間差 那你只在這裡接到球 接到之後就往上面去穿 好 第一步就學錯了 所以我們要邊跑邊進來 所以我們要邊跑邊進來 對 好 開始 好 哇 沒接到 哎呀 一開始就掉球了 徐展元實在太漏氣了 我們建議你 從初級班開始學起 把去年的棒球教室掉出來 突擊手接球的基本動作 正常明老師都已經教過了 看來就沒有辦法完成雙殺 而且會變成全安全 OK 好 再一次 對 往前來 接到 哇 哇 你快跳出來了 要快跳出來 不然你會被撞到 喔 我腳會被撞到 因為我忘了跳出來 對 喔 OK 好 再一次 跳出來 穿 好 吳老師這樣子可以嗎 不錯 這樣可以 這樣可以 這樣可以打亞運嗎 好一點 很漂亮 展元 是不是在強人所難啊 看看湖鏡東輕輕滑過二雷包 再跳起來避開滑雷尖愛的跑者 整個動作一氣合成 你還是回去再多練練吧 至於成功機這邊 又有什麼東西要交給大家呢 那如果是另外一個方面呢 雙殺是由二雷手過來的呢 對 對 這是 遊擊手 傳二雷手 六四三的雙殺 那你要怎麼樣來踩 背包嗎 這裡有很多方法 嗯 那你就要慢慢走 如果是他 滑 你可以注意他習慣滑哪一點 如果他是滑 要滑這一次的話 你可以 往前去閃他 往前去接球閃他 對 如果他滑這邊你可以 後退 或者是 這邊去 去閃他 因為前面 如果你往後面的話 前面一個雷包 他可以保護你 可能有些跑者就 不會去滑 因為他怕受傷 可能就不會滑到 滑超過這個雷包 第一個就是 我比較習慣是 第一個是往前面 去做雙殺 第二個就是 右腳退後 然後雙殺 不然就是 第三個就是 往右半邊退 對 右半邊退去 做雙殺 喔 了解了 你要學哪一個 學哪一個 學哪一個 因為這三個動作是 看你個人的習慣性 那習慣的習慣是 往哪裡 那 那 你覺得那個不會被撞斷的那一種 那個 就往後 往後 對 後跳好了 我覺得那個逃得遠一點 比較安全一點 你一開始 球打出來 你就從二壘方向 跑過來 然後你就在這邊等他 嗯 然後傳過 有一種傳過來 準的話 你就跳到 這隻腳 跳到後面 然後 轉過來 身體 向那個一壘 一壘方向 然後做傳球動作 好 他還是滑過來的話 你就可以跳起來 再踩他的腳 沒關係 踩他的腳 踩到他沒關係 好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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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盡量不要讓自己受傷 我也嚴重 好 了解 對 好 那我們就 試試看 就是這樣子接到退 然後傳 要求 好 試試看 對 最重要的是要先接到球 好 對 就在前面這裡等他 我在這邊等他 對 等 然後呢 然後呢 先左腳踩 踩著壘包 好 盡量是踩後面這方向 踩這邊 然後 然後 然後這邊接到球 對 然後往後跳 往 也可以啦 你要往後跳也可以 往旁邊跳也可以 往旁邊跳 對 然後再 做傳球動作 好 我們就來試試看啦 傳球 接到 往後跳 傳球 傳球在跳 沒有傳球不能跳 傳球在跳 對 好 再來一次 OK啦 只是太慢跳 可能已經被撞了 對 小朋友 叔叔的動作千萬不要學喔 不然很容易被撞到喔 今天的課程主要是注重在二壘手和游擊手如何閃避跑者的干擾 不但要完成雙殺 更重要的是保護自己不要受傷 下週有幫助教室 還有更多的內容要交給大家 也別忘了準時收看喔 所以看這個應該 接到 身體穿出去 就是 在那邊接到球 也是 下半身 帶出去 在那種泡這個 好球 耶 對